大家好 没想到用一块鸡肉和一个西兰花做出来的蔬菜饼这么好吃 而且还非常的营养低脂 首先把准备好的西兰花用剪成小朵 然后加入清水浸泡10分钟 接下来把处理好的鸡肉切成片 再剁碎放入碗里 一根胡萝卜擦成丝备用 锅里的水开把西兰花倒入锅里焯压水 一分钟左右捞出来 放到菜板上晾凉 锅里的水再次烧开 把胡萝卜倒入煮软 先把晾凉的西兰花切成小块再剁碎 剁碎的西兰花和鸡肉放在一块 再把晾凉的胡萝卜丝也切成水丁 一块放入大碗里 再来调一下味 适量的食盐 食然香 蚝油 多一点的葱花 再倒一个鸡蛋 把所有的食材搅拌均匀 加入两勺面粉 面粉也可以换成淀粉 不用加的太多 像这样联合在一起就行 电饼葱约热刷油 调好的面糊取一块放到电饼葱里 用铲子整理成圆形 整理好的小饼上面撒上黑色麻增香 盖上盖子 捞至表面定型刷上食用油锁住水肺 中间要勤翻动 使酥热均匀 最后烙的两面都成金黄色 就可以出锅了 外皮酥脆 特别的香 强烈建议 监子切的朋友一定要试着蔬菜饼 好吃还不怕胖 谢谢大家的观看